如果你是在屋邨大 可能你都會經歷過這個情況 時時有跌 打風就像磚 磁尾石不斷掉下去 這些磁尾真的掉下去 頭會流血都不定 不是開玩笑 如果你被這些粒粒丟中的頭 真是可大可小 但它可以說是香港舊時代的一大標記 就這裏有些金色的紙幣石 還有一些水磨石的字 都很少見的 而且我看到它的切角很細緻 Alex是一位城市探索者 平時就最喜歡在香港周圍走 找找舊時代的痕跡 我經常覺得香港人走的補速很快 會錯過很多東西 今天Alex就說要帶我去找紙幣石 看到有些葉 有些葡萄 其他地方很少見到 這間餐廳就1950年開到現在 已經70年了 我剛才走進來 整個感覺好像去了第二個時代 樓梯、地下、兩條柱 每個卡位的牆都用不同紙幣石 我剛才和你走樓下 我們兩個就這樣數 都可能有十種紙幣石 剛剛和老闆來聊過 當年他們老闆找了一些大公司 簡淨的一些貨品 然後由裝修師傅分配哪個位 是用哪一隻 一些大一點的牆 就要用一些剩下多一點的材料 但看起來 每一個位的顏色都是match 不會說很突厚 紙幣石多數是在歐洲那邊傳過來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在香港興起 原因當然是因為便宜 雖然用油漆來裝修就更加省皮 但紙幣石盛在夠耐用 當部分的紙幣石脫了或者舊了 以前的人就會用一些便宜價貨來補回 最後就變成五萬六色了 其實真的挺雲為 都很多香港的代表性物件 有些難船、天生小輪、貨櫃船 我們身處的這幢大廈 就在1980年起 而這幅180度的紙幣石畫 裡面沒有中銀大廈、沒有摩天輪 整幅香港風景就好像定格了在想當年的 其實紙幣石是不是我們經常說的馬賽克 紙幣石其實是指紙那種物料 馬賽克是一種霜陷藝術 那種藝術的表現手法 馬賽克在古羅馬時期很盛行 羅馬人的行人路就是一些 用石仔和大理石砌出來的圖案 在香港有些古宅的牆 都有紙皮石畫 但是很多都因為重建而消失了 其實之前也看到很多 例如一些舊的麻雀店 舊的大宅外面都有這些畫 但是現在其實這三個地方已經拆光了 所以越來越少 只有教會或者學校會看到 大家都以為是正方形 以前其實很多八花齊放的 但是現在就拆了很多 所以剩下大家都以為是正方形 最常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隻綠色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說法 就是因為戰後很多 本身用在軍用的油 它就流落到市面 便宜很多 變成長身或者鴨鴨 都是用主色是綠色 地磚這些紫皮石都會用綠色去襯 紫皮石是一件很冰冷的物件 在我的角度來說就不是 是怎樣的 我覺得它很有溫度的 其實為什麼紫皮石會叫做紫皮石呢 因為它有一塊好像紫皮一樣 俗稱雞子的東西 將幾十粒紫皮石貼在一起 不用逐粒逐粒貼餐死 黏穩了之後再用水濕了那塊紫皮 就撕掉它 所以當時人們看到這種情況 就叫紫皮石紫皮石 就慢慢統清了 現代人是很難看到的 雖然現在裝修大廈外場的話 都還會用有雞子的紫皮石 但室內裝修就會用一些 新版本的網底紫皮石 有時還可以用玻璃膠 來代替膠砂上場 紫皮石就有陶瓷 有玻璃 背殼 跟著有金屬 因為它小小顆 你要去做各種不同的弧度 其實都可以很輕易做到 第二就是它本身的物料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受到 那個冷縮熱漿 到真的要做的時候 就這樣剪幾顆 去更換一些爛了的石 都很輕易 紫皮石其實最麻煩 就是在鋪的過程中 要有耐性 那現在還輕不輕做外場 用紫皮石呢 現在呢 就真的少了很多 有很多物料 其實現在的穩定性是比較強 包括就是大塊的磚 瓷磚 因為你不怕日曬月臨 現在用紫皮石已經不像以前 那麼隨意合併 而是由室內設計師精心安排 我覺得是完全不可能消失的 完全一件新的事由一個設計師去處理 它會不會做回當年的感覺呢 其實我相信都很難的 你當我們看回一些 就算說很普遍的紫皮石圖 其實我們很不其然地 會想起一個香光的舊時代 紫皮石不像水磨石或者微紅燈一樣 它會發光的就會很吸引眼球 是否真是一些很吸引眼球的事物 才值得去珍惜呢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下次見 會不會 會不會 發財 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